因為可以發言完一次之後 可以學習別人的發言 所以我剛剛這樣聽下來 我覺得我可以修正我剛剛的看法 那我非常贊同剛剛三位所提的先進的意見 我應該就是說 我不認為巴西的形態 是適合在台灣施行的餐飲室預算的一個model 那我認為說 如果要藉由參與式預算來進行民主的深層化的改革 或社會的覺醒的話 預算是一個可以切入的理由 因為畢竟它是可以用帳碼、用數字去呈現的一個合理性 但是呢 預算審查的程序或者預算參與 你說太陽花大家可以坐在那邊一個禮拜、一個月 是因為真的政府做的太誇張 那是一個很 我覺得那個成本壓到一個很大的破產 那 預算喔 因為每年都持續的發生 那執行又要一直的問題的出來 所以我會建議說 善用台灣的IT的科技啊 或其他 可以降低那個成本來提高大家的參與度 我常常跟年輕的小朋友請教說 奇怪 危機的那些人到底都領什麼薪水啊 PTT的那些人到底都靠什麼在生活啊 誰去做懶人包 因為就我的頭腦 我實在很難想像有這麼好的技能的人 他願意用這麼free的態度去做社會改革的事情 那剛剛姐姐特別提到 我們辦了補償 然後有人持續的參與 而且我相信這個種子會越來越散出去 那我反而比較私心的想法是 那為什麼立法院的那些委員們 不直接來挖繳這些這麼優秀的種子 那我們就可以佈檢我們革命軍的脈絡到這裡 然後有一天就發動心態革命 直接把它改造出來 那 那我覺得啦 我應該修正我的講法是 我覺得台灣應該嘗試去走出台灣一種參與式預算的模式 基於各國的經驗 那也基於這樣的互動對談 那當然 但是更高的我覺得對於財政機率 或者對於人民跟政府的承諾 那種承諾的合理性、效用性還是要去看好它 就是今天的代議政治的司令呢 可能有很多種解標 那我也很高興也很期待 能夠參與式預算可以在裡面辦理一個狀況的講述 謝謝 謝謝 謝謝請各位來參與 我怕給大家報警 也謝謝大家從第一場到第五場這樣一直提供來聽 這個參與式預算七六的論壇 那我必須再強調一次 我們不出來參與自己的預算分配 有人會把你參與你的預算分配 我再舉一個例子 以前軍公教的退休人員 可以領 軍公教退休人員還可以領年總獎金 一年呢花兩萬多億 那後來2012年做了一個改 只要你月退休人員再兩萬以下 你才可以領這個年總獎金 才可以領這個年總獎金這樣 因為他們可能領月退休人員不夠多這樣 這樣一改革呢 國務的支出從兩百億錢到剩十億左右 但是今年到了你們各位有沒有處理到 這個兩萬的門檻呢 被向外院長提到到兩萬五千塊 就可以領年總獎金 那退休的人在領年總獎金 這本來就不適用到你 但是把他壓到兩萬的門檻 現在回到兩萬五的門檻 我想明年會回到三萬的門檻 或者是三萬五的門檻 所以很快呢 他會全部就在恢復 那國務一年呢 就再增加回去兩百多億的路線這樣 再舉一個例子 退休的人呢 退休金 他不是每個月領退休金的 他是今年年初就領半年的退休金 到七月的時候 在領初領半年的退休金 但是呢 這兩個月 都是國務 帳上現金最少的時候 國務都必須去借錢 然後大家負擔這個利息的錢 讓特休的人先領這個流金 所以財政建源小組呢 就建議說 這是行政院的組織喔 財政建源小組 那就建議說 我們不要都半年玉領好不好 改成每一季玉領好不好 如果做這樣的改革呢 可以省十億的支出 那如果再以後再改成月領 也是先領喔 月初就先領喔 還可以再省十億的支出 好啦都這樣好了 最後呢 今年因為是先領 所以嘉義外院長又選擇 不要我們推翻的全部賬 所以呢 我剛講這個例子呢 就代表說 我們不參與這個預算 我們幫你參與這個預算的注定 把這個國家的財政資源 就這樣浪費掉了 200億、11億、11億 看起來 加加減減 其實很快的 我們就變成是 又回到財政收支不必分 財政稅數太多、稅數太少 又要靠取債 那靠取債呢 以前大家都說是 債有子孫、債有子孫 我必須跟你們講 我們就是被債有的子孫 因為我們是最後一隻老鼠 如果你們注意看的話 行政院財政部已經開始在選擇加稅了 那加稅 他現在開始調了很多東西 你認為加稅會加誰的稅 我不奢望他們會去加 顧太陽的稅 可以去加那個蔡光芳的稅 最後都加的都是 薪資階級的稅 你只要薪資 只要你慢慢努力 在薪資所得慢慢高一點 你就被加稅了 二代健保也可以被加稅 準備加稅了 那明年開始實施的 像鼓勵減半啊這個 以後你買的股票 都然你稅了 就要減掉一半 這個部分看起來 都是所謂的富人稅啊等等 其實都不是真的富人 都是壽星階級 一邊稍微好一點 準備課到稅了 所以你不去決定你的預算呢 那你就是被當作被債有的子孫 這樣 那我們當然有權利去反抗這個體制 要去反抗這個體制 除了知道這個預算的制度之外 那知道這個預算制度 我想還有很多我們可以做的工件 剛剛一間在講到距離不移 我想有很多例子是可以通過 我們要求open data 這個是Wispy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open data之後呢 通過一些像財務資料 像一些sale的自動的程式 我可以去加總去貴納 每年的預算支出 我們可以去加總貴納 今年的資費是成長還是減少 今年的利息支出 是成長還是減少 今年的辦公費用 是支出還是減少 政府在買車啊 油錢啊 這些支出還是減少 就可以加總再去運用 那我們有了這個數據 就知道說政府的預算 到底用到哪裡 很不合理 如果不合理 那是不是財政的結構要去調整 那從預算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哪些是首長在權衡的空間 其實應該回過頭來 讓民眾來參與的 而不是是你首長自己在決定 給特定的族群這麼多好處 然後最後去換他選票的支持 反而是說這些權 應該給選民來做參與式預算 所以我是很看好參與式預算 大家如果有心要推的話 到年底 我們把相關要請做的程序講好 那年底新的縣市上任 我們去跟他談 你可不可以來實驗 做參與式預算 給我們多少預算我們來做 我們有把握這樣的市民參與 這樣的公民參與 能夠打破議會對你的前置 議員配合換這種 舊的支付的做法 我相信如果有這個公民參與 未來在做這個預算民主化 預算的民主度的過程 會比以前黃縣長一個人 在面對這個龐大的體制裡面 要更多 這個是我覺得 財運式預算上 我看到台灣未來民主性 深化的形容在這裡 以上跟各位分享 好 當然 謝謝三位 時間剛剛好 很久半 然後一分不長 所以呢 感謝大家的這個參與 也謝謝三位 男人 謝謝